大家好 这节课的话呢 咱们就整体的来看一看 我们有了方案 有了脚本 有了执行以后得到的结果 究竟应该怎么来分析 那么这一次的分析呢 咱们不直接再运行脚本了 我们就直接基于咱们的这一个方案 使用Discuse or phpb问的进行对比测试 得到的这个性能测试结果 现成的这些结果 我们来打开 来给大家展示 到底从这些结果当中 我们怎么来分析 找到他们的一些这个关联关系 我们现在的话呢 打开这个analysis 然后去打开我们的性能测试结果 我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我这边的性能测试结果 到底有什么内容 在这边呢 就是啊 Discuse和php问的进行对比测试的时候 几个不同的场景 底下得到的一个性能测试结果 比方说这边啊 这个根据这个结果的目录的名称 这里边保存的就是性能测试结果啊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在50个虚拟用户 每15秒钟加5个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 这个是在100个虚拟用户 每30秒加10个的情况下得到的 就是RAM UP的一个策略 做了一个区分 php问的呢 也是同样的 有50有100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直接来打开这两个结果来进行分析 我们先就打开php问的一个 php问的咱们先看看50个虚拟用户的情况 每15秒钟增加5个50个虚拟用户的情况 每30秒吧 每30秒增加5个 都有30秒的这个场景 好 这边选择目录的时候注意 我们这边选择的不是NSS session file 选择的是low-run result 选择正确这个类型 好 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好 等它慢慢的加载完成这个结果 标准的图表呢 都是这些图表 没有什么问题 好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啊 继续来直接来做关联了 虚拟用户数和响应时间来进行关联 看看响应时间是虚拟用户数的这个影响大不大 选择correlator的关联 相关性进行相关性分析 好 咱们看看随着虚拟用户数的增加响应时间的一个变化趋势 然后看到这边很乱 但是呢 并没有看到响应时间是不是人体慢慢往上增加的一个情况啊 随便调调调调给你这个来看一看 不管你响应时这个虚拟用户数多还是少 我这响应时间呢都按照我自己的节奏 没有 就感觉 大家注意啊 当我们看到这些图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种感觉 你不能是说啊 看到这种图啊 就是这个样子 响应时间啊 就看到一个几个数据点 没有感觉 你看到这张图来以后你会想到 这个响应时间的这个分布情况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论 就是它跟我的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这边虚拟用户数增加 理论上来说 如果它是虚拟用户数的影响很大的话 那么这个响应时间也是慢慢增加的过程 越来越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但是这个响应时间呢 没什么 都是还是杂乱的在变化着的 包括这个发帖回帖 也都是类似的一个效果 什么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响应时间 暂时还没有受到这个用户数量的一个影响 基本上就可以断 有一个基础的结论了 就是咱们的这个50个用户 还没有让系统这个到达最大值 还没有让系统还能够正常的处理 说你用户多一点 就都没有到瓶颈 大家想我10个用户来和20个用户来和50个用户来 我反正瓶颈都没有 我系统该怎么处理 我的CPU资源带宽资源都足够的 是不是该怎么处理还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下导致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响应时间不受用户数的增加而增加 因为系统没有到瓶颈嘛 你来多少我都可以给你处理了 那这个响应时间10个和20个和50个 它就不会有本质的差别 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逻辑关系 通过这个图表的分析 我们一定要找到掌握这种逻辑关系 我们现在呢 再打开一个anelsis来加载这个100个 咱们对比之后来做分析 事实上这种对比啊 在LowRound里边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用的功能 简单了解一下 在这个打开的地方有个Course with Result 交叉的结果对比 Course with Result里边我们可以直接添加多个新能词结果 添加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把每一个新能词结果呢 单独拧出来放在一起做对比 这个呢便于对比 后边我们呢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回事就行了 我们现在还是啊 为了因为不要让大家感觉太乱了 对吧 本来就不是特别熟练的情况下 你搞的太多 结果在里边在交叉的观念之后来分析啊 会乱套 我们呢还是单独的来打开 这次我们打开了100个了 PGP用的每30秒增加10个100个 一共100个虚拟用户 选择Result 双击打开 我们还是同样的做虚拟用户数和响应时间的一个关联 分析来看一看 100个的用户情况下又是怎样的 有对比才能找到规律啊 就是这样的 好 咱们呢继续来做相关性分析 和响应时间做Credit 好我们呢就还是来看一下 这个后边的所有的响应时间都大于1.5秒了 而且呢随着用虚拟用户数的增加 它的响应时间 是不是就越来越长 这个趋势很明显了吧 而这边 当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在50个以内的时候 用户数多少跟响应时间没有关系 这边就看到了 超过55个以后 后边的这些响应时间 它就跟这个用户数的多少就完全的成正比了 什么原因 证明55个以后的这个虚拟用户数量 可能就导致系统已经出现瓶颈了 系统变慢了 系统变慢了的情况下 那么响应时间呢就会变长 那55个到60个这个中间 这一段是属于一个分界点 那么究竟这个55个的60个之间 这某一个值 假设就啊 就55吧 这个数量 虚拟用户的数量 真的会导致系统瓶颈吗 我们 其实根据这两个图的对比 已经发现这个这个规律了 但是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度的确认 不能只是看这一张图就 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55个就是它的最大用户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呢 再继续把这个虚拟用户 属和我们的系统 服务器端的系统支援 表示CPU利用率啊 贷款啊 这些做一个观念分析 在这边呢 我们就把这个系统支援的 这张图表给加进来 这边呢 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啊 针对50个用户啊 这是50个用户啊 这是50个用户的一个情况 咱们的 CPU的CPU的利用率先看一看啊 因为CPU呢 是主要的瓶颈 因为我的这个客户端也在CPU上 ROMER也在这个服务器 就只有在同一台电脑上和服务器啊 所以呢 他们都在小小CPU 我们看到这个处理器的时间 平均是60%多 最大的是92% 还好 没有到达最大值100% 这是50个用户的情况 其实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CPU的利用率 跟我这个虚拟用户的数量 这个关系很明确嘛 对不对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做合并图的重叠分析 能够看到 他们的关联关系很强的 直接做合并图 这个重叠的合并图啊 不做相关系分析 趋势太像了 做overlay的重叠 我们拿指看 CPU的利用率 你看啊 CPU的利用率跟我的虚拟用户数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嘛 都是一条线 虚拟用户数增加 CPU增加 虚拟用户数持平 CPU持平 虚拟用户数减少 CPU减少 CPU 除了CPU 我们看看其他指标 有没有瓶颈 硬盘的使用率 平均百分之二点多 正常 硬盘还绰绰有余 内存 可用的内存还有两个G 绰绰有余 带宽 这边的带宽啊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本地用户环络 所以这个带宽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这个 我的网卡啊 是1000兆的这个带宽 所以呢 这边是有多少 两兆多 这完全不是问题啊 然后呢 CPU的这个对立长度 三点多个 小于四啊 也不是问题 都很正常 所以就CPU利用率 相对来说 显得高一点 最高达到百分之 这个八九十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CPU跟虚拟用户数 呈完全的正比 这个相关性太高了 那就意味着呢 CPU的这个使用率 很依赖于虚拟用户的数量 但是呢 当我们虚拟用户数到达五十个的时候 CPU呢 也基本上快到达极致 极限了 但是还没到达百分之一百 所以这是五十个 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个结论是 五十五个的时候 好像它是不是就到极限了 因为系统就变慢了 所以你看 那五十个就到达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样子 最大致 那么五十五个有可能真的就是百分之百 就到极限了 我们不妨来确认一下 这边一百个用户到底什么时候 它到达极限 还是呢 把我们的这个虚拟用户数和Windows资源 进行一个关联 所以啊 我们的整个结果的分析 用的最多的就是关联 关联性的分析 先从列子来看一看 只看CPU的利用率 其他指标因为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不再关注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百个用户的情况 我的虚拟用CPU的利用率 随着我虚拟用户的增加才增加 但是当我CPU虚拟用户数 增加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差不多这个位置 这个点和这个点之间 这个点的时候 CPU呢就到100%了 这个点的值大概是多少 70个用户 虚拟用户数70个 所以当我的虚拟用户数70的时候 CPU到达100% 这边啊 CPU100%结束的时候 虚拟用户数是多少 对一些 在这啊 差不多对应过来 60个啊 对应过来就可以了 所以在60个和70个之间 就会导致CPU呢 使用率到达100%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刚才我们预估的 看到的这个趋势 它是到55个的时候 这个响应时间开始持续上升了 那么到 你看啊 到65个70个之前 它的响应时间都小于2秒的 后边响应时间全都大远远的大于2秒 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来确定一个相对的一个中间值 65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在这种硬件资源的这个平台下 它的一个最大用户数 65个 这样我们就确定了 65是它的最大值 那最佳值是多少 我们讲 最佳值基本上就是保持在四分之三 或者是百分之这个百分之七八十的样子 所以我们看看百分之七八十的时候 CPU使用率百分之七八十的时候 对应的虚拟用户数是多少 百分之八十 对应的虚拟用户数 四十五个 好 看看一百个这边 百分之八十的时候 CPU使用率百分之八十 对应的虚拟用户数 大概是在这个范围 这一条线上 对吧 百分之八十对下来 五十个左右 所以六十五个是它的最大值 那么四十五到五十 那我们就取一个相对更稍微小一点的值 四十五是它的一个最佳用户数 那么这个最佳用户数确定了以后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初步判断 我们还最好来看一看 在这种四十五个用户情况下 它的响应时间有没有明显的问题 如果四十五是最佳用户 CPU没有问题 但响应时间很慢 那四十五也不是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我们还要来看一看响应时间 四十五个的时候 响应时间 一点 一秒以下 很 很好 没有问题 这就是最佳状态 一百个用户的时候呢 来看看四十五个的状态 刚才那是一百个 这是五十个 四十五个的状态 也是属于一秒多一点 对应过去差不多是一点二秒 一点一几秒 很好的一种状态 没有问题 所以这样呢 我们通过几个指标的一个综合的分析 就可以确定出来 它的一个最佳用户数是四十五个 最大用户数呢 是六十五个 好 这是对于PHP问的 其他的一些分析呢 我想啊 大家就有同样的一个方法了 我呢 就不再挨个挨个的每一个图表 都给大家去做这么一个分析 其实你只要你看出规律 找到它的规律 这种规律 如果大家刚开始看不出来 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对比 做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用户 再对比 你对比了以后 你就可以呢 看到一些规律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 Diskus又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啊 这是PHP问的 六十五四十五我们获取到了 响应时间呢 也有了 基本上呢 性能也可以评估了 那么再来看一看 这个Diskus 它的一个情况 我们呢 打开 直接打开一百的啊 对比一下就好了 五十的呢 反正道理都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Cross Result 来看一看了 现在呢 大家反正也熟悉 大概的一个分析 思路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看 把PHP问的和Diskus 两个放在一起 来做一个对比 看看哪个性能更好 除了想一指尖一万 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最佳最大 和对资源的一个消耗 都可以做一个评估 Diskus一百个 确定 好 这个加载过程呢 肯定就稍微慢一点了 因为它要把两个结果 同步的加载进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 像这个性能词摘要报告里边呢 都是两个啊 两个结果 统一放在一起做对比的 包括RunningVuser 也是一样的啊 都是两个结果 详细时间啊 也都是啊 两个结果 全部把数据展示出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啊 两个做对比 来看看响应时间 虚定用户数都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一百个最大 然后呢 RumUp的 RumDown的策略也都一样 我们来看看响应时间 它们的一个差别 这是针 针对登录 其他的先忽略 我们看看登录 Discard的登录 PHP的登录 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差距 Discard的这个 响应时间要比 PHP的要快很多 这是很明显的两种差距了 对不对 Post的这个发帖 也看一看 同样的道理 下边是Discard的 上边呢 是PHP问的 所以 Discard的所有的这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都低于PHP问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 Discard呢 这个 处理起来要快 响应时间要快很多 很快 很不错 更有利用价值 那再呢 把他们的这个资源占用率 消化情况呢 再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也就能够看到 到底谁更生一筹了 把这个Windows资源加进来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对其他的啊 先 先把他隐藏掉 他只能修 我不能一次性隐藏全部啊 只能一个一个底 好 这是两个CPU的使用率 一个是Discard的一个是PHP问的 大家会发现 这两个对CPU使用率 这简直商量好的 对吧 一模一样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资源消耗是相同的 再看看这个硬盘的消耗平均一点多 PHP问的要消耗的多一点 对吧 所以PHP问的呢 对CPU消耗 跟Discard相当 但是对硬盘消耗稍微多一点 但是也很少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内存也都差不多 带宽咱们忽略不计 其实也可以看到啊 虽然说我们监控的是本地用户 环路的这个虚拟网卡 但是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到 这个 他们的一个平均带宽的消耗 Discard要低于PHP问的 来看一下 这是Discard的 它的带宽呢 是 等一下啊 这是Discard 它的带宽平均的是四兆 PHP问的是两兆 Discard反而要比PHP问的更高 带宽更高的情况下 它的响应时间还更快 那毫无疑问Discard呢 更优秀一点 但是呢 在同样的时间内 同样的场景底下 它消耗了这么多的带宽 我们就可以想 这个Discard的论坛 是否还有优化的空间 比方说减少这些图片资源 减少一些静态资源的一个占用 把它这些东西压缩的更小一点 应该是有这种优化的空间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好 这边 CPU的对立长度 大家也都差不多 因为CPU呢 反正都已经爆了 都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了 那所以呢 长度也差不多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两个系统 它们对硬件资源的消耗 起鼓相当 几乎没有量上的差别 这个即使带宽稍微差一点 也就是差个一兆而已 也不算太夸张 一兆稍微多一点点 对吧 这个四兆多 这个是2.8兆 其他的指标都很相当 所以呢 在他们对硬件资源的消耗 没有本质差别 那么但是他们在响应时间 差别啊 却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呢 可以基本上知道 Diskars呢 它的性能更好 这就是得出来这样的结论 那么这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我给大家做的一个演示 希望大家呢 就是最主要的啊 利用这种关联关系 把这个分析的规律给找出来 后端的指标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啊 那么关于这个 性能测试的结果分析啊 主要的一个思路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那么这节课呢 咱们就就先这样 咱们就先这样